陽光沙灘比基尼 南台灣度假勝地墾丁 榮景不在 近幾年生意雪崩勢下滑 更是連續三年 疊出國旅熱門景點榜外 距離上面是真的比較遠 所以常常有人會說 我到墾丁的時間 可能我也已經到了沖繩 墾丁在品牌上面 還有自己在產品上面 達到了某一些領景 那是試著要去重新定位 或者是重新翻新了 觀光署公布國人旅遊狀況 其中國旅最夯景點 第一名淡水巴黎 連續三年蟬聯最夯國旅目的地 包括淡水金色水岸 巴黎左岸公園 淡水紅毛城 漁人碼頭 一年就吸引超過980萬人次到訪 第二名是宜蘭郊西 依序是日月潭 台南安平 高雄愛河其津及西子灣 至於墾丁 則是從2019年起就跌出前十名 而國旅當中有高達七成 都只是一日遊 主要還是住在國外的住宿 還有旅遊花費那些比較便宜 台灣的話一碗兩千的話 你可能只有平日 才會住到比較好的 然後假日的話 大部分你要住到比較好的話 可能都要花五六千以上 台灣的飯店的比出國便宜多 多一點點去外面 留宿一碗價格太貴 不如省下來出國玩 民眾旅遊習慣改變 觀光書統計去年國人國旅 總字數超過兩億次 成長22% 但也顯示平均旅遊天數 再縮短減少0.02天 路面交通上面也越來越便利跟發達 那這個其實會降低大家在隔日遊 或者是多日遊的一個意願 經典行程沒有吸引力 旅宿價格又不便宜 加上屢屢傳出物價坑殺消費者亂象 都讓墾丁難以重回往日榮景 三選王晨1KV全台北見不到